三星出包影响了不只是三星集团本身 而是整个南韩 三星宣布停产停售No7 市值蒸发188亿美金 为了避免又爆出意外 三星还主动寄给顾客防火回收盒 而现在有专家推测了 三星为了增加红膜识别等等功能 偏重提升性能 忽略电路板等等设计安全 才会导致起火 才刚换了一只No7新机又爆炸了 这名美国民众好无奈 揪起全球连环爆 三星宣布永久停产No7 11号股价暴跌8% 创下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甚至蒸发188亿美金 为了避免回收时又爆出起火意外 三星还主动寄出回收盒 让消费者安全退货 根据彭博社报道 分析师指出 9月初三星回收250万只手机 已经造成10到20亿美元损失 依据Note 7上市周期预估数字 将会少卖1900万只手机 一共减少170亿美元收入 我们认为这会影响了 其他三星亿产品 甚至有小问题 其他三星亿产品 人们也有关于Note 7 影响的影响 可能是很严重的 在过去 人们买了三星亿产品 推出Pixel的Google来说 将是抢占市场的大好时机 因为人们在升到7S+,7+,6S+, 我们会看到HTC、Huawei、Lenovo 招开商业 实际上是 人们会把这些禁锁 会被造成一名的产品 产品的产品 我们会看到很多商业 但在南韩的电子街 还是看得到Note 7踪影 也有少数中心粉丝 坚持不换货 而导致Note 7爆炸的原因 有南韩媒体引述 三星电子维修人员 和专家综合分析 很可能是Note 7为了搭载 红膜识别等新功能 偏重提升性能 而忽略电路板设计安全 才会导致起火意外 南韩民众从出生到死亡 几乎都脱离不了大财阀 保险方面 有南韩最大的三星生命保险 生活购物方面 有南韩第五大财阀集团 乐天旗下的乐天超市 南韩最大规模主题乐园 爱宝乐园 也是隶属于甘心集团的子公司 十一住行娱乐通通包办 南韩大财阀和南韩几乎划上等号 也难怪三星一出包 不只是企业损失 也等于重创南韩民众的国家自信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三星Note 7手机被迫永久停产 走入历史 这对积极发展智慧手机的三星来说 当然是一大污点 但也不至于断了生命线 因为三星发展的事业超乎你的想象 从金融保险到军事武器 车子到喷射机引擎 无所不保 原本是众所期待的旗舰机 却变成一团火球 更烧掉大把大把的钞票 过去的研发心血和成本也付诸流水 最关键的电池到底哪里出了错 因为追求轻薄 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都是使用像这样的锂离子电池 成功压缩体积 但是风险就在于 对内部材料的保护比较弱 华尔街日报就分析 会让手机离电池冒冤的可能原因 再加上现在大家还要要求 充电速度要够快 手机纷纷改为电流传输 速度快的Type-C接头 但是如果没有正确使用 就会增加电池燃烧的风险 这次Note 7狂烧的危机 就让三星举白旗 连向来爱用国货的南韩民众 这次都难言失望 毕竟三星的名字在国际上 就喊南韩画上等号 从又大又重的黑金刚 到现在的智慧型手机 三星出产的商品 就像是电气净化石 但是你知道吗 最开始的三星和电子 科技根本扯不上边 这就是最早的三星 创办人李炳哲 用30块美元成立三星 刚开始就是个杂货店 什么都卖 但是战后开始跨入金融保险 之后到电子代工 第一个推出的产品 就是电视 随后三星就像是童话里的魔斗一样 迅速长大 到现在三星这个品牌下 总共有80个大大小小的企业 从军火武器到游乐园 车子到客机引擎 三星无所不在 一年砸下的研发费用 更是惊人 研发预算比苹果多出两倍 但是产品包山包海 是否疏忽品质 这次Note 7的危机 也是三星电子帝国的一大挫败 TVB新闻综合播导 车商求情求变 德国宾市发表全电动手旅车 要挑战美国特斯拉 点赞